首先将为大家带来的是 大灾边第九章新地图的最新情报 这次故事的主人王是卡里托和爱玲 曾经遭受道格拉斯无情背叛 燃烧着熊熊复出自信的卡里托 在杰西卡的围托下 计划去录并摧毁生产超级战士实验体的 一个重要军心工厂 只要能从中获得通往大格拉斯秘密基地的重要代码 就能够为之后对抗大格拉斯的战斗提供很大的帮助 卡里托能否成功窃取到代码呢 战斗中又是否会遇到能够左右局势的新人物呢 新地图另一个关键人物是爱玲 这次她也一如既往地 与她热情的跟班多米尼克一同出动 爱玲的任务是从卡里托手军取的代码 她能够成功动输到格拉斯的邪恶计划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接下来让我为大家介绍新地图的BOSS 虽然目前新BOSS还在紧张开发中 不过可以先为大家包含一下新BOSS的功能与机制 这次的新BOSS是一个双手拿着火焰喷射器 拥有强大中距离攻击能力的超级战士实验体 BOSS会从身体中释放游毒气体 但玩家接触到释放区域时会受到窮息伤害 因此从远距离对BOSS发动攻击可能会是更明智的决定 同时新地图剧情中还会出现 与新BOSS相关的神秘角色 对新BOSS剧情感兴趣的加油 可以在地图上线后多多感触一下 下面为大家带来的是 即将上线的军团重力战系统 这是需要军团成员之间互相合作 才能参与的一种活动系统 总的来说 军团重力战需要军团成员 通过游戏内活动获得新的军事频道具 并利用军事频来占领活动区域 帮助你的军团成功占领地图要塞 可以获得特别的奖励 军团重力战目前初步计划将进行四周 其中一周时间用于选拔参加总力战的军团成员 剩下的三周进行总力战的战斗 敬请大家期待 接下来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个计划长期进行的以上内容 我们目前正在筹备对游戏图形进行改善 未来将适用比现在的图形更违逼的观音效果 当然我们也考虑到有的玩家已经习惯了现在的游戏画面 因此开发队或许会考虑添加开启或关闭图形改善的功能工程 由我而家自行决定是否开启该效果 目前我们正在加速开发中 希望能在不久之后让大家看到实际的效果 感谢观看